这一部即将为国际间的太空竞赛开启新业 中国和俄罗斯日前发布联合声明 表示将在月球表面或其运行轨道上 合作建立一座科研站 近年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展现野心 尽管被美国排除在国际太空站之外 仍屡屡取得重要进展 独自杀出一条血路 这也激起其他太空大国重新对月球产生兴趣 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 印度 日本和俄罗斯都在制定各自的月球探索计划 而俄罗斯虽然身为国际太空站的一员 曾经为人类太空发展开创多项历史 但相较之下 其太空计划明显滞后 这次俄罗斯与中国联手 俄罗斯有机会重新回到太空科技的领军国家行列 目前中俄两国还没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时程 不过双方表示 这座科研站将对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开放 加强科学研究交流 被视为是月球探索的重要基地 主要是综合报道